据新西兰斯塔夫新闻网站6月26号报道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西普金斯25号晚抵达北京 与他一同抵达的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代表团 等待他的将是繁忙的行程安排 报道称 此次谎问意在延续两国现有的商业关系 并确定对华贸易的未来格局 据报道 西普金斯26号出席新西兰旅游推广活动 随后将启程前往天津 参加下级达沃斯论坛 报道认为对于西普金斯 以及正在寻求完全恢复 与中国这一最大贸易伙伴国的政治接触的新西兰来说 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 另据新西兰电视台一新闻栏目网站6月26号报道 西普金斯将率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 天津和上海 这是新冠疫情发生后 新西兰总理首次访华 报道称 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总理出访代表团 与西普金斯一起出访的 有航空旅游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行业领袖 新西兰先驱报网站6月26号报道称 新西兰总理西普金斯25号表示 他在中国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是传达新西兰对商业开放的信息 他希望看到两国人员之间的旅行往来再次增加 在回应一篇 有关新西兰相比于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保持了良好关系的文章时 西普金斯表示 心中关系至少已有50年历史 新西兰真是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出发前 西普金斯表示 贸易是新西兰走向世界的基础 他说 对于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来说 没有比贸易更重要的收入来源 我们是一个贸易国家 贸易是此次访问的核心内容 另据澳大利亚国外简报网站6月25号报道 新西兰总理西普金斯将于25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 报道称 西普金斯将率领一个多部门贸易代表团访华 其中包括新西兰一些最大的公司 此次高级别贸易代表团的到来体现了西普金斯对这次访问的重视 这是他自今年1月就任总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出访 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约占新西兰对外货物和服务出口的30% 新西兰经济近期出现技术性衰退 同时该国还在于6.7%的高通胀 以及飓风和洪水作斗争 西普金斯可能希望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群体 能够有助于新西兰的出口增长 并在将于10月举行的艰难选举之前扭转这些数字 报道指出 尽管中国今年预计为5.4%的增长率 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是温和的 但这种增长对于新西兰的经济复苏仍然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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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